現在來到米蘭核心的內圍 10個有11個來到米蘭都要去的地方 就是… Duomo de Milano 米蘭大教堂 外面現在是30多度,很熱… 其實我流汗了 所以我不是因為冷而穿上衣服 是因為為表示尊重 進入教堂裡的肩膀和手 盡量遮蓋就會比較好 所以我要穿上衣服 尊重這個教堂 這座教堂建了足足六個世紀 由1386年到最終在1965年才完成 它是意大利最大的教堂 僅似凡帝江城裡的聖伯多禄大殿 大教堂的屋頂是對遊客開放的 大家可以近距離欣賞到 平時無機會接觸到的雕塑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雕塑 我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找了這麼久,終於找到了 看到嗎?後面這個 遙遠金色的就是聖母瑪利亞醬 這個大教堂是以聖母瑪利亞誕生為題 所以你看到它跟其他雕像不同 它是金色的 而且以表示尊重 這裡所有建築物都不能比它高 如果比它高 就要放一個聖母瑪利亞醬的褲子 在建築物的頂上 以表示尊重 而聖母瑪利亞醬 就是保護整個城市 這個米蘭大教堂 是全世界擁有最多雕像的教堂 有3500隻雕像 加蓋知道是甚麼嗎 這些石頭像 按照以前年代的 可能他們心裡想的怪物的樣子 或是動物,有些是狗 牠們是用來保護整個教堂 另外牠們的孔 就是如果有雨水流出來 又有另一個物品 但這是貓、這是老鼠 牠咬著尾巴 看到那個細節嗎 是否覺得我很奇怪 我純粹就是覺得一邊走 看著這座這麼宏偉的大教堂 我幻想不到有多少塊 意大利的大理石用來建築 而且我抱著牠 就是想感受多一點這個教堂 我甚麼都不說了 我只想買雪糕而已 你好,對不起 我覺得我會嚇壞牠 你非常有名 你知道嗎?你都在網上 我跟牠說,牠比我很有名 你全網上都會看見牠 為甚麼 平時可能是一個或兩個 放在一個角落上去 牠很有名 把兩個不同的味道 或是三個不同的味道 弄得一杯… 即使說,總之很漂亮 所以每個人都會把牠的影片 放在網上 所以我不例外 我也想試一杯新增淨淨的意大利雞拉圖 我從那裡走過來已經溶化了 你看看,這裡的天氣多熱 所以吃雪糕 一流,還要有人弄了這麼漂亮的花 但牠正在滴 對,這個乳酪味 不錯,好吃 先試試這個開心果 開心果很難做到很濃的開心果味 試試這個可以嗎 簡直好像在吃真正的開心果 這個很厲害 因為我想說 其實在很多其他吃的開心果味 在很多其他地方都試過 是不夠濃的 但在歐洲 特別是意大利的開心果味雪糕 不知道為何會做得特別出色 所以我覺得來意大利 如果要試不同的味道 你們想不到甚麼 儘管試開心果 好吃 很棒 這條是在米蘭很出名的米蘭運河 你看到河的兩旁 有很多不同的餐廳和酒吧 現在大概是晚上8時 已經人頭湧湧 人們坐在這裡喝酒和吃東西 因為當然天黑的時間比較遲 所以大家現在的時間都坐在室外 你可以幻想這裡是一個 有美麗風景和美麗天氣的一個難櫃坊 停 不要走 這裡是全世界最小的酒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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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說了一件很好笑的事 就是你知道廁所竟然是那間酒吧 本身的酒吧 他說他的理念是其中一件事 就是想你完全忘記外面世界的繁腰 然後進來這裡,這個很安全的空間 你就可以放鬆 我現在選擇了坐地下鐵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 在米蘭開車時會很繁忙 所以其實坐地下鐵會更快 而且更方便 很有趣 因為始終意大利是一個比較 內歷史的城市 它現在仍然在用買票的系統 仍然是那種進去 然後將票出來 就像我們以前 小時候買單程地下鐵票的 那種入閘方式 很開心 不過大家買這些單程票 是要給點耐性的 因為剛才它要印刷這張票 我在機器面前等了兩分鐘 這麼久都還沒掉出來 是否我弄錯了甚麼 真的很久後,它才突然掉出來 訓練到…